李女士进一步透露 眼下她已经离家出走三个月了 而正是因为丈夫一次次地触碰这道婚姻的红线 才会让家庭走到如今岌岌可危的地步 她告诉我们 一切的噩梦都是从两年前开始的 那天她可能是在卫生间 我就房间里整理东西 她手机是放在床的柜旁边 跟了一下 她手机页面上就弹出了 QQ上面弹出一个暧昧的短信 什么内容 老公你在干嘛 当时我看到我就懵了 等她出来的时候我就问她 我就问她 我说你到底是谁的老公 面对妻子狂风暴雨般的质问 宋先生却是一点也不胆怯和心虚 他不紧不慢地跟我们讲起了 一个略带悲伤的故事 这是这样的 16年的大概四月份 我爸爸去世了那年 那个时候心情很难受 几乎做事也没心情 对我的打击很大 那个快过春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 怎么说呢 心情很难受 就拿着手机乱摇 广西的女孩子 当初我也不知道 那边是男的是女的 我都不知道 然后她就发了个信息给我 我就肥了一下 觉得还聊得来 就一直这样聊了起来 她是这样跟我说的 她说我的性格 个性 人品 都很像她老公 她老公呢 她老公去世了 然后她就 称呼我 叫我 叫她老婆 我当初是这样想 别人毕竟在广西 我这么演 当初根本就没考虑到她 只是随便聊一天而已 你自己面对这样的称呼 有觉得不妥吗 当初没有这样想 当初真的没有这么想 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对劲呢 被她发现了之后 就感觉不对劲 如果她没发现 她没发现 也许还会继续聊吧 宋先生特别强调了 是父亲去世 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打击 对 父亲是2016年4月去世的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好像是11月份吧 大半年过去了 当初那个心情难受 反正晚上几乎好 做梦的时候 都会梦到我爸爸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确定 爸爸是2016年 4月份去世的吗 你现在一般应该是16年吧 不对 爸爸去世是2014年 6月月底的时候 就是刚好小孩放暑假的 月底的时候 刚好放暑假 不可能14年吧 14年 他说的是2016年4月 对 你说的是2014年 6月底的时候 差了差不多快两年 对 那这个时间怎么会差得这么远 宋先生 跟你感情没调查 到底他什么时候去世的 你会记忆有出现这么大偏差吗 真的不知道 忘记了 他说 之所以会跟这个人疗伤的 后面的那个原因 你又怎么看 所谓的跟他去世的老公很像 我不接受 至少可以体现 他心里没有我 如果有我的话 他就不会说 叫别的女人来喊他老公 后来逼他发现了之后 我跟那个女孩子 确实也把微信删除了 没有了 包括那次那个年三十晚上 回老家 在我爸妈面前 他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保证 这是第一次 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这是最后一次 求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面对他这样的认错态度 那你的态度如何 因为是第一次嘛 看在两个小孩的份上 我原谅他了 他态度也诚恳 我就看他之前对我 对我好的份上 给过他一次 改过了自新的机会 带着浪子回头 经不换的想法 李女士选择了 相信丈夫 挽救婚姻 可是仅仅过了 短短一年的时间 一模一样的荒谬情景 再度上演 2017年的时候 清明节前后的样子 跟又是一条QQ短信 发过来了 又是上面又是老公 后面什么字眼 我就没记得那么清楚 反正前面的称呼 还是依然是老公 那么我想问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怎样一个解释 可宋先生却说 这里面也是有故事的 他是这样 第一次我跟那个女孩子 确实断了 第二次我没想到 他用中国台湾的家我 因为我在台湾有亲戚 当初我家的时候 聊了一下我就发现是他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现在这个事情 我老婆已经知道了 我们没必要再联系了 他当初也说过 行 现在你老婆知道了 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后来这个事情 还没两三天 又被他发现了 你只能第一时间知道 加了之后知道是他 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 跟他解释清楚 我跟他说了呀 你跟他说了 他还要继续喊你老公 你就让他继续喊他老公 他要和你联系 他叫我老婆我也没办法呀 你就继续跟他保持 这样的联系对吧 我都不要这样叫 你把我放在哪里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位置 张先生 至今我都不清楚 你的意思是 误认为他是你的亲戚 对 可是是不是亲戚 一加上就很清楚了 加上清楚 对呀 聊了几句我就知道是他 那怎么还会有下一步呢 他那个 等于最后他是说 你让我再叫一声老公 他叫了一声老公之后 马上就被他发现了 你的意思是 这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 对 你对于他的 你刚刚说之后是两天吗 两天之后 你这说话前一言不对后一 在座大家也听到了 刚刚他说的是两天之后 就被我发现了 刚刚一说是 一天两天有什么关系呢 点到位置 一天两天有什么关系呢 你面对对方提出来的 还要再叫你老公这个要求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没回答他 我没答应他 等于是被他一发现的时候 我就删除了 为什么没有在他发现之前 就删掉呢 他就说我太像他老公的性格 你是于心不忍呢 还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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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么考虑 因为我这个事情考虑到 伤害到我的家庭的事情 那就更应该 把他删除 可能忘记了吧 真的没删除 那这第二次 从你的角度来看 是谁的问题造成的错误呢 第二次如果他不用中国台湾的家务 我不可能会接受的 因为是我亲戚 所以是对方追得太紧了 应该这样讲 在他的哄求劳之下 他答应我 绝对会跟他断 然后我又给他机会 选择原谅 对 后来把他删了是吧 删了 确实删了 这是第二次 也算是经历波折 但最终还是解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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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